第55课 SUB 过程参数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了解如何去定义增添一个过程,并且通过两种形式来调用执行我们过程内所包含的代码。 同时我们知道,在各个过程的内部,我们可以声明使用变量,比如在这里,我添加一个按钮,在与按钮点击事件所对应的这一个过程内,我们可以声明一个变量,变量的名称为A,数据类型为整数型。 然后通过负值语句,为其赋予一个值,比如20,再然后通过消息框,我们取出这个变量A中的值,然后作为消息框的所显示的内容,运行程序。 没有问题,这是第一个例子,同时我们自定义一个过程,PRIVTE SUB,过程的名称为RUN,当然你也可以取其他的名字。 后边一对圆括号,在最后是END,控格,SUB。 在这个过程的内部,我们定义一个变量,变量的名称为B,数据类型为整数型。 我们通过负值语句,比如30,然后通过消息框语句,弹出这个变量B中所存储的值。 为了能够看到这一段代码执行后的结果,我们在鼠标点击这一个过程内,来调用这个过程,我们来看一下。 运行程序,点击按钮,执行这一个语句,调用这个名称为RUN的过程。 里边执行的代码为,定义了一个变量B,为B赋予了一个值30,然后通过消息框,把B中的值弹出。 在这里,我们前后做了两个例子,分别在两个过程内定义了不同的变量。 第一个过程内定义的变量的名称为A,第二个过程内定义的变量的名称为B。 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在每一个过程内定义的变量,仅仅在它所存在的这个过程内可以使用,在外部或者是在其他的过程内部是不可以使用的。 比如在这里,我们在RUN这一个过程内,声明了一个变量B。 那么在这一个过程内,是不是也可以使用这个变量B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运行程序。 首先,执行这一个语句,调用这一个过程,声明一个变量为,变量名称为B的变量,为其赋予值30,然后弹出消息框,消息框的内容为变量B中的值,执行到这。 然后,当我们点准确定后,这一个过程内所包含的代码结束,继续执行其后边的代码,弹出一个消息框,消息框的内容为B中的值。 但是B这个变量,在当前这个过程内,根本就不存在,所以弹出的内容为空。 通过这个例子,我们会发现,各个过程内的变量,是不可以进行相互调用使用的。 但是,到现在,我们可能遇到一个难题,因为对于编程来讲,变量是主要用来存储数值的一个容器。 如果将来,我们希望在某一个过程内,处理另一个过程内的一些数值,那么我们通过何种形式来做到可以在各个过程内部进行数值的传递呢? 那么这就是在这一节课,那么这就是在这一节课,我们要讲的内容,参数。 通过参数,我们可以实现在过程间传递数值。 下面呢,我们要举一个例子。 在举例子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这个SUB过程声明的语法格局。 首先,前面我们说了,但且用PRIVATE,然后是SUB,然后是过程的名称,其后边有一对圆括号,里面是参数列表,最后呢,是END控格SUB结束,期间包含的是过程内要执行的代码。 在这里,主要我们谈的是参数列表。 这个参数列表,你可以理解为,是在这个过程内同时声明的多个可以使用的变量。 当然,它的语法格局与声明普通的变量非常的类似,只不过,但且我们希望,在参数名称前,需要加一个标注符BYVAL,然后参数名称AS,参数的数据类型。 下面呢,下面呢,我们来做一个例子。 比如,我们为这一个过程,来增添一个参数。 首先是BYVAL,然后是参数的名称,比如为B。 然后是AS,再然后是这个参数的数据类型,比如为整数型。 在这里,我们增添了一个参数,就相当于在其内部声明了一个名称为B的变量。 当然,在这里,这个变量B依然可以被使用,因为我们在这个位置,已经对这个变量B进行了声明。 但是,这个变量B的值来源于哪? 来源于调用它的时候,我们在代码中所给的参数。 比如,在这里,我们在调用这一个过程的时候,后边一个圆括号,里边我们要放一个参数,比如12。 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在声明过程的时候,过程的参数有一个,它的名称为B,数据类型为整数型。 那么将来,我们在调用这个过程的时候,在圆括号内,要给一个整数类型的数值,比如12。 这样,在调用这个过程的时候,将会把12复制给这一个变量B,来作为其过程内部去使用。 下面呢,我们可以运行一下。 点击按钮,执行这一个语句,调用RUN这一个过程,并且把12赋予给这个过程内的。 变量B,然后呢,在其调用里面的代码的时候,我们知道,只执行一行代码,是弹出一个消息框,消息框的内容,即为B,我们来看一下。 12,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内执行的时候,这个参数B中所存储的值,为12。 如果把这里换成120的话,那么将把这一个值,传递给这一个变量B,以在其内部去使用。 在其RUN过程内部,B中的值为120。 需要大家注意的是,这可以是直接的数值,也可以是某一个变量。 比如,我声明一个变量,为其赋予值100。 然后,在调用RUN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们希望把变量A作为参数。 在这种情况下,将把变量A中的值取出来,传递给RUN过程内的变量B,以让其在内部使用。 运行程序,在其内部,在其内部,变量B的值为100。 这是,到这里,我们增添了一个参数。 当然,我们可以增添更多的参数。 需要大家注意的是,这些参数之间,需要用逗号分隔。 比如,我再增添一个参数。 参数的名称为C,数据类型为整数型。 这时候,在其被调用的时候,这个参数的个数应该为两个。 比如,10,12,这时候,当调用这个过程的时候,将会把变量A中的值,赋予给这个B使用。 把12,赋予给这个C使用。 我们来看一下。 运行程序。 点击运行,B中的值为100,与A中的值是匹配关系。 C中的值为12,正为我们在调用的时候第二个参数的值。 当然,我们可以颠倒一下它们的位置。 当这样调用的时候,将会把12,赋予给RUN这个过程内的变量B来使用。 而A中的值将赋予给RUN过程内的变量B来使用。 运行程序。 B中的值为12,C中的值为100。 当然,我们可以定义增添更多的参数。 在调用的时候,参数的个数要与这里匹配。 然后,它们将根据位置进行一一数值的传递。 通过这种形式,我们就可以实现过程之间数值的传递。 需要大家注意,在举例子的时候,我们是通过这种形式来调用这个过程。 在这种时候,如果过程没有参数,则实际参数和括号可以省略。 若有参数,则应给出相应的实际参数,并把参数放在括号内,就像这个样子。 当然,我们还有第二种调用过程的方式。 这种方式,如果过程有参数的话,需要注意,其参数列表不能用圆括号括起来。 我们可以这样做。 这些参数不可以用圆括号括起来。 变成了这样的调用。 这样,调用RUN这个过程,把12传递给这个过程内的变量B,把变量A中的值传递给这个过程内的变量C。 运行程序。 B中的值为12,C中的值为100。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课要讲的内容。 大家希望能够学会,如何来声明登天使用过程的参数。 第55课完毕。 Over。 Cam嘉宝